原标题 一个女人美到什么程度 能让外国总统的儿子一见清晰 1969年 林标被选立为接班人后 一群开始为儿子淋漓过张诺婚事 作为中国二号家庭的儿媳 选拔标准当然异常严苛 政治条件好 初中以上文化程度 年龄18岁至22岁 五官端庄秀丽 漂亮但不能显妖眼之气 皮肤粉白洁亮 不能有斑点 体型恶魔 亭亭玉礼 经过神秘的层层筛选后 一个叫张宁的女孩被选中 张宁 1949年出身于南京 一个革命军人家庭 十岁进入南京军区歌舞团 十四岁凭借贝壳舞在全军一举成名 她的舞姿和美貌在当时的前线 歌舞团是无人能及的 张宁的美还体现在一种神韵 舞蹈和艺术 让张宁有一种特有的坚定的忧郁气质 是极古典美 现代美 并态美 气质 非同一般完美于一身的女孩子 据说 为了同亚非国家加强友好联系 周总理 特地选拔了最优秀的演员 组成艺术团赴印尼演出 结果 几场演出下来 印尼总统的苏夏诺公子 对张宁一见钟情 向中国大使说情不成 差点动武强心 林立国见过张宁后 也对他一见倾心 叶群起初对张宁不太满意 但最终还是向自己的宝贝儿子做出了上部 随后在林家的安排下 张宁被调到北京 并改行学医 1971年9月7日 张宁随林立衡飞往北戴河 与林家团聚 但随后就发生了913事件 林彪与西子叶群 儿子林立国 乘坐256号端机 踩蒙古温都尔汉鸡坠人王 作为林立国的未婚妻 张宁虽然没有跟着出逃 但她的人生却从此发生了改变 从1971年开始 张宁开始接受组织审查 20岁的她被这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下蒙了 她选择自杀 却被救了下来 后来她回到南京 被迫改名李廷 下放到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国务馆工作 1976年 张宁后来与秋杜惠手下的一名警卫员结婚 生了一个儿子 取名陈陈 八年后 因感情不合 两人离婚 孩子判给了张宁 1988年7月12日 张宁12岁的儿子 在秦淮和节制杂处逆水身亡 原来 一个叫孙斌的男子追求张宁被救后 由爱生恨 杀害其子以泄愤 儿子被害 让张宁万念俱灰 决定归依佛门 这时 纽约华裔富商林赛普 对张宁的坎坷经历非常同情 开始向张宁求婚 1990年 与林赛普结婚 后定居美国 生了一个儿子 林福新 如今的张宁优雅依旧 面对人生的心态非常豁达 而他们在美国的企业也做得非常成功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赛中文